拜登團隊準備要買5億劑的輝瑞疫苗 捐贈給全球 事實上最近的新聞當中 在美國其實也有數百萬劑 逼近1000萬劑 即將到期快要報廢 結果竟然是沒有人打 所以創下 我們爭取多一點疫苗來台灣 其實現在台灣最核心的議題就是疫苗 而且國際上的疫苗 你會發現說 我們的機會或過去都很多機會 陳時中今天在立法院 確實的證實說 A力在去年8月的時候 來找過我們台灣 要台灣幫他做代工 而且代工的數量是希望3億劑以上 如果當時我們有辦法成局的話 現在我們的疫苗 其實這個壓力就不會這麼大了 後來為什麼破局呢 陳時中講了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有人不喜歡這樣子 但是是誰為什麼不喜歡 他沒有講得很清楚 是不是指中國 他沒有講下去 第二個是說 他認為台灣當時只要能夠 做到1億劑這樣子就好 可是A力是希望3億劑 所以最後就不成功了 所以A力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但是不管怎樣 現在台灣還是有很多機會 拿到額外的疫苗 首先是在8號的時候 最挺台灣的羅姆黎參議員 在美國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上 直接問著布林肯說 台灣我們已經給他75萬劑了 太少了能夠給台灣更多的疫苗 這個對台灣對美國來講至關重要 所以他希望布林肯呢 至少再想辦法給台灣200萬劑 哇布林肯當然就是說回去研究 但是呢羅姆黎第二天那是8號的時候 他還不覺得這樣子光是質詢還不夠 他到9號的時候又找了馬基參議員 發表一個共同的聲明 要求說這個75萬劑 儘快立即趕快運來台灣 然後後面才補了一個 包含要想辦法再擠出疫苗 給台灣的軍隊 因為保護台灣的軍隊 這個至關重要 所以在這至關重要之外 另外台灣有沒有機會 拿到更多的疫苗呢 華爾街日報講說 整個拜登呢 即將在10號的時候 跟輝瑞的執行長布拉 開個記者會 拜登呢要開始 美國要出錢 一下子買5億劑 那個輝瑞的疫苗 而且這疫苗裡面 今年就買2億劑 明年就3億劑 然後呢要捐給全世界100個 民主的國家 跟美國正在同一陣營的國家 那這個時候 台灣能不能繼續去爭取 大家都非常關心了